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叶直播和老叶读报 那么今天是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 大家习惯说男人冲冠一怒为红颜 看起来为女人大打出手的男人大有人在 现在时代在变化 女人怒起来也是能够喝退小三的 那就在这几天知名主持人李湘就发布了一则微博 并配有一则微信的截图 内容是这样的 朋友的女朋友也不可以坐我的车 后面两个字是滚蛋 那么从措辞和一个生气的表情报来看 那么可见李湘在发这个微博的时候怒气满满的 李湘是谁 那我简单给介绍大家可能都知道 1997年因为主持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庸 而声名远洋大红大紫 二十多年前那时候 湖南卫视可是在地方台是一枝独秀 那么快乐大本庸 那也是当初地方台办的最好的一则栏目 很多人都看过快乐大本庸 那么现在李湘已经是国内的很大的一个媒体 三六零娱乐的总裁 哎 女强人一个 到底什么事情让她如此生气呢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八卦一下 这则国内现在比较劲爆的娱乐行为 原来啊 这个视频给流出来了 那么时间拍摄的时间是今年的六月底 那么现在时隔差不多有四个月了 哎 这个视频不知道谁给流出来了 那么当天晚上大概十点左右 视频中显示 王悦伦以一名黄色的连一群女子 从北京一家饭店走出来 两人一牵一后进了一辆白色保姆车 随后来到附近的酒店 那么这辆保姆车 那当然是王悦伦和李湘的 两人在酒店里 总共待了三个多小时 随后这个黄衣女子也坐上保姆车离开了 王悦伦呢 哎 在大陆去另一家酒吧了 那么事后呢 王悦伦的回忧媒体这么说的 这都是下掰啊 不可能的事啊 不用解释说 所谓的神秘女子 其实就是她一个朋友的女友 这就是说 为什么李湘说 朋友的女朋友也不可以坐我的车 脏 是吧 所以说王悦伦又及时解释说 哎 他们在餐厅了 怎么办 然后又去为了找朋友了 等等等等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圆了一个黄 就是没有这回事 那么 随后呢 这个李湘在他发布的微博当中 筛出一个聊天的接触 可以看出来 李湘与这名黄衣女子 在同一个聊天群里 总共两个人 哎 非常奇怪 总共两个人 但是李湘没加这名黄衣女子 那么据我猜测 是可能他们三个人 再加了一个微信群 但是另外一个人随后退出来 就留下李湘和这名黄衣女子 但是李湘一直拒绝加这位黄衣女子为好友 他这个节评当中一上来 李湘大瞄大瞄大瞄脏话 这么说的 还上我的车脏吧你 滚蛋 看来是口出出语了 随后李湘也发出两段语音来 语音一段长43秒 一段长19秒 但是这些人因为接触 他也都不知道内容 但对此呢 这个黄衣女子非常愧疚 但是简直说 小小气了 这是确实造成很大的误会了 都怪我那天事情没有谈成 然后我也是无奈跟领导在一起 领导说不让我走 我也真不敢动 但李湘坚决不买账 之后在微博评论中还表示 知道什么叫发飙吗 看来是李湘真是发飙了 可以想象 不管对王月伦如此解释 或者在意圆满 对这件损开自己名誉的事情 这位强势的妻子非常愤慨 并是名人啊 名嘴骂李湘 那我们再讲出一段历史 就是爸爸去哪儿这个栏目 很多人都看过 这是一档于2013年播出的真人秀 栏目叫爸爸去哪儿了 李湘和王月伦的小女儿叫Cindy 后来大家正为名叫Cindy 很多人都看到了 小女孩胖乎乎的 一副骄傲的小公主饭 小小孩全身一身名牌打扮 这也是当初出演这个栏目的时候 大家对王月伦和李湘 飞意最大的事情就说 你家小女儿这么小就开始一身名牌 其实人家有钱那怎么办 就这么一个小女儿 是吧 这个王月伦当时说什么大导演 但是我今天特意上网搜了她 还确实没搜到她拍过什么出名的电影 倒是给王妃啦 给她老婆什么李湘啦 拍过什么MV之类的 但是倒是因为她是李湘的老公 又参加了这档当年非常火爆的栏目 爸爸去哪儿爆红了 那么自此王月伦模范丈夫也好了 把好爸爸的形象也广受认可 那么之前也有传说过什么王月伦 李湘啦什么分居之类的 但是双方对此矢口腐热 从谣言已经影响她家的生活 我要告你啦 咚咚咚咚咚 但是如今这个视频一旦爆出以后 再度被引发了网友对他们之间 夫妻生活的一些猜测 其实在娱乐圈当中 像一厢这样的大女人 并不在少数什么大女人 哎护老公啊 你谁什么小帅啦 什么明星啦 或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年轻的一些 小姑娘啦 哎你甭客气我老公啊 这是在娱乐圈成为大女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此前的香港的明星 英才儿也这么做过 哎非常强硬 那么我们就继续八卦下去吧 那么几年前啦 有明星频繁凡的给我们的山几哥 自己不相信男女之间有什么纯洁的友谊 而短信世界当中的女主角 其实就是希望他跟陈小春什么冲凶到地啦 他说这是他最受不了的 因为当年英才就这样跟陈小春冲凶到地以后 慢慢慢慢好上了 当然他今天要防狼了 防住那些小赛之类的啊 看来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的确有些谨记需要注意 那么我今天老叶直播和老叶读报 制档节目也给大家唠一下 加长一段就有关这些事 那么比如说 你在明知对方有家事的情况下 像是大半夜给对方发短信啦 发微信聊天等等 我认为都是不同 除非因为工作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能避免尽量还是要尽量避免 还有一个事情 我也要给大家瞧一瞧 瞧一瞧 重做异性的车辆 可能是见任见智一些 但是不过做的副驾驶上 主驾驶副驾驶上 其实是一种宣示主权的做法 如果两人的关系仅止于朋友关系 那么你就不要做的异性车辆的副驾驶位置上 其实这个我以前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隐约当中 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说过 这个副驾驶不能随便做 等等的 这是给家里什么人家自己老婆做的啦 或者说家里给什么男人做的啦 反正我是你的意思 副驾驶就是给家人做的 那么看来这是还有一些风俗礼节这方面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 副驾驶事业好 事业宽阔便又跟主驾驶聊天 自然而然我们就应该做的副驾驶上 那如果你跟朋友出去 那我也喜欢做副驾驶 但是看了今天这个新闻报道之后 包括我今天做了这档节目 我还认为看来这个副驾驶 真是不可以随便做的 好了 那么八卦完之后 我也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些有关我们 北美这方面 大家其实也不一定约定重俗一些 习惯做法吧 那么比如说 副驾驶问题啦 还有大万一 你不要跟人家异性朋友 发短信微信啦 等等 那么 都可能引起一些 误会 那么需要继续八卦的是 如果彼此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那么你及时要把一些货苗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是上策 为了家庭 为了友谊 也更是为了我们永远的朋友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收看这一期老夜直播好老夜读报 欢迎大家继续在YouTube上 免费订阅我的栏目 谢谢大家